好了,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就讲到 讲完了撒门一家 所以就联系着后面的 士师记、路德记和大卫 耶稣和约书亚记 做了后面的连接 那如何去连接 创世记呢? 我们从这个棺材的约室里面 就可以看到了 约书亚一生里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等待 为了失败的以色列传闻 因为约书亚和加勒是有信心进入的 只不过是以色列人没有信心进入 那就要连同约书亚和加勒 就连同这班 失败的人 一起在旷野流失了 那四十年光阴 无论摩斯去哪里,其实约书亚 都是那里一路等的 但是约书亚一路真正期待 等的,其实反而是 这四百年里面的唯愿 而最终是得尚所愿 好了,我们来说一下 在这个棺材里面的约室 这个棺材里面的约室 就连接着创世记的第五十章 和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 就是说 是创世记的尾 和约书亚记的尾 这里就做了一个连接 创世记第五十章 约书叫以色列的子孙喜世 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鞋骨从这里搬上去 约书死的时候 刚刚就是一百一十岁 人用香料把它分了 也将它收敛在棺材里面 停在埃及 同样,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 也将耶华的仆人乱过在约书 也是刚刚一百一十岁死的 以色列人 就从埃及所带来的约室鞋骨 埋葬了事件 就是在雅各 从前用一百块钱 向事件的父亲 哈姆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面 这个就做了约室子孙的产业 凡等候耶华的人 也是绝对不会羞愧 这四百年之后 在摩西将约室的棺材 一重带去 约书亚也将约室的棺材 撞在事件那里 约室是活到一百十岁死 临死之前 他就叫弟兄们说 我要死了 但神一定会看顾你们 令你们从这个地方上去 到他起誓所应许 给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 他叫他们将他的棺材 去留在埃及 叫他们发誓 以后将他的鞋骨搬回迦南安葬 所以约室不单止是生前为神做见证 是他死后在棺材里面说话 见证他一生所认识的那位神 那怎样见证神呢 第一他是慈爱的神 第二是神的信实 第三是公义的 首先就是说他是慈爱的神 吩咐子孙将他的棺材停在埃及 用死来保证 神一定会来探访他们 拯救他们出埃及人的手 四百年之后他的子孙 果然将他的棺材带回迦南 这里就是看到主耶稣 可以说主耶稣用他的死来见证神 必定看顾我们 因为神是慈爱的 所以耶稣的复活也见证神有能力看顾我们 就好像约室这样 也看到神是信实的神 约室就说了 神必定会领以色列人到他起誓 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地方 就是加南 神是信实守约的神 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和亚伯拉罕立约 要将加南全地刺给以色列人 永远为热 神就指着自己起誓 他重复这个应许给以色列人和亚伯 那时候不是用血来纳约 是神指着自己起誓 就没有比这个更大了 好了 四百年之后 神果然兴起摩西 带领二臣出埃及 又用约书雅攻占了加南 神所应许的是没有落空 而且成就了 约室的死见证着神的公义审判 神要先行公义审判 我们看到摩西行了很多神迹 神令到法老的心肝硬 不让摩西带人走 神就用摩西行神迹 降十灾重重懲罚埃及人 法老也才被逼放人 这样也不够 神还故意叫摩西转回去 法老还以为他们在荡室路 于是就派兵追上去 来到红海一边 神再行神迹 就将洪水分开 令以色列人过去 却将埃及的军兵全部淹门 我们看到神一定要执行公义的审判 审判世界 审判罪恶和一切的不义 以色列人才可以从罪的权势里得到释放 而约室的棺材才能够因为这样的缘故搬入加南 所以约室的死是见证着神 一定要审判埃及同时也要审判 加南人里面的罪 而最后他的棺材也一定会被搬到加南地 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本质 就是有信实、慈爱和公义 他清楚知道神的旨意 神是慈恶的神 必定看顾他的子孙 不会离弃他们 他是一个守约、信实的神 神一定会带领他们出埃及 进入英去之地加南 他也是公义的神 绝对不会以有罪为无罪 他一定会做出公义的审判 对付埃及那些欺压自己子民的外邦人 和拜偶像的加南人 当然以色列人他都有审判的 神是又真又活 若是知道这个时候到了 神一定会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要子孙将他的棺材留在埃及 见证他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好 我们讲完这个约室 我们就讲一下 约室的后裔是如何尽忠 我们稍后再继续